大家好 我是Chuck 我今天為大家帶來21年 射手座的運勢還有一些建議 其實射手在21年呢 只要跟玩樂或是興趣有關係的人事務上 都表現得非常好 只要覺得有趣 你就會表現得很好 相對的只要你覺得一點點不有趣 你的那個落差會非常非常的大 落差大到就是別人無法跟你建立一個橋樑 因為對方可以明顯感受到 就是你沒有興趣 那這樣子其實你能夠接觸的人事務 都會相對的打折 少了很多 21年的射手呢 會常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面臨很多的選擇 那這些選擇都很誘人 比如說工作好了 我可能有出國的機會 跟我在本地還有一個新的客戶 他都有他的優點 就是你總是會覺得 我沒有選擇哪一個就是有一個遺憾 然後那遺憾會讓你有一點不甘願或不甘心 就是開心 你想要多擁有 但是你就是人一個 那我覺得在談感情也是如此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說 現在如果單身 你有兩個對象都還滿喜歡的 可是這兩個人都希望跟你在一起 你無論選擇了誰 你都會對另外一個人保有一絲的情意 無法揮開這樣子 那通常這種情況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然後21年的射手 還會有一種感覺 什麼朋友都好 跟朋友相處太開心了 然後情人跟家人好煩 對我說實話的很好煩 跟我講心裡話的很好煩 因為這些話聽起來都不是這麼好聽 但是這些話你不能不聽 所以其實我個人認為 21年射手做的功課就是 要習慣吃苦 跟習慣聽不好聽的話 那這些東西 它本來就會出現在你的生活裡 而且沒有這些苦澀 然後能顯出其他甘甜的美好 21年其實射手在溝通上面 很容易跟雙子有一些衝突或抵觸 那就是因為有時候雙子講話太直 然後或者是 你其實不想要聽那麼多的道理 或者是你不想聽那麼多的原因 你現在射手只是需要一些 朋友的support 或者是親人 或者是家人的安慰 但是可能偏偏雙子座給你的 都是一些血淋淋的 就是指話指說 你聽都會很反感 那我會建議射手座的朋友呢 想要聽些什麼 你先主動的order 你先主動的點 比如說我想要聽一些 就是可以支持我的話 或者是我現在需要當頭幫客 你可以講一些血淋淋難聽的話給我聽嗎 那你想要聽的 上路不先告訴別人 給21年射手做一個總結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能把吃苦當吃補的話呢 21年其實很補喔